剛剛沒有訪問到我 我也是第一次來哲舞 大家好 我叫佐佐 哈囉 然後剛剛就是 其實這個經驗蠻特別的 我第一次跟Mishaw見面 然後一上車我就快點要婚姻平權 但是你知道今天禮拜五啊 車超多 然後我又要很認真聽到講話 然後我又要很認真開車 很認真回答 對對對 然後大家不要學好嗎 OK 好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今天也跟我一樣 我剛剛聽了很多人的介紹 大家應該就是 會想來關注這個議題 那今天我們就直接開始進入話題囉 就是會想要知道說 在這兩年 我們有在婚姻平權 有一些很重要的進步 那今年也有就是視線 那大家也都很關心視線這個議題 那我記得我們剛剛有聊 那在視線這個 已經覺得七四八十實現的這個意義 跟 就是他實現通過 到底對我們來講 他意味著什麼 對啊 那我們就直接從自己開始囉 好喔 可以嗎 好 好 我直接 因為這樣我看不到後面的朋友 這樣我會很焦慮 所以我就很奇怪 一定要站著講話 腳是站起來 我要站起來 不要啦 你可以做成這樣子 好 那大家好 我是辦盟的秘書長 我是智傑 那今天真的很開心 好多朋友 就是 新見面 然後 舊朋友 然後能夠再相聚在這邊 嗯 然後 今天應該也是視線Call 就是 我比較 我想我這是第一次準備 就是關於 到底七四八說了什麼 然後要來跟大家分享 那之前辦盟其實一直都有在談 七四八到底講了些什麼 但是顯然 因為一開始我們 我相信大家所有人都 都關注的就是 七四八 好 換你講高音 這樣你就看得到 謝謝 怎麼這麼貼心 謝謝謝謝 好好 那你要不要坐下來 坐坐坐 脖子會痠 你坐著嗎 不然你坐在上面來 謝謝 好貼心嗎 這樣 然後呢 我想 我想大家今天來 我也聽到好多人想要知道 七四八之後 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確實這也是我們一開始 看到七四八之後 眼睛焦點就是會看在 就是那到底兩年後 會通過什麼東西 到底專法這條路被封掉了嗎 然後到底真的之後可以結婚了嗎 我相信這是所有人 腦袋裡面冒出來的疑問這樣 那我們也花了好長的時間 跟大家解釋 七四八到底代表什麼 我等一下還是會再解釋一次 但是我覺得仔細看這個視線文 我得說是台灣真正應該要拿這個視線文 感到非常非常的驕傲 真的非常的驕傲 那我為了想要表達這個驕傲 就是我覺得對於這個視線文 說了一些我覺得真的在統治運動這三十年來 有一些我們一直在對抗的那一些污名 其實我覺得在這個視線文真的受到了頻繁 那我會想要把它唸出來給大家聽 所以我今天先想要花一點時間 跟大家介紹視線文說了些什麼 而他對於怎麼樣回應我們這三十年來 台灣統治運動關注的一些焦點 那到底回應了什麼以及什麼還沒有回應 好不好 那我想問一下讀過七四八的朋友有多少 全部讀過的 兩位 我知道學弟讀過那樣讀過 好三位 好太好了 那我就容我再把它唸一遍 因為我想讀十遍都不會過了 我不會全部唸但是我會把重點跟大家說 七四八一開始其實除了去解釋兩兆 就是兩兆 大家知道兩兆就是當事人就是像我們 齊大哥這邊的律師團然後台北師傅 以及法務部說了什麼之外 接下來他就提了大法官的意見 那他怎麼說呢 大法官一開始其實我覺得非常的感動 他肯認了齊大哥作為一個當事人 同性戀主體 他想要結婚 從1986年開始 他就跟台北地方法院 跟立法院陳情 然後處處碰壁 所以大法官其實花了蠻長一段去談 齊大哥在哪些地方碰壁了 被用什麼樣子的方式打回票 包括去說這個跟我們傳統文化不合啊 包括去說違反善良風俗啊 同性戀要結婚違反善良風俗啊 包括說甚至曾經有說這個其實是變態的情慾 都曾經在官方文件上這樣子的回絕 習家衛先生要求結婚的這樣子的一個請求 那大法官視線文清楚的把這一段歷史鋪陳出來 所以他要說的是 大法官要說的是 這是一個個人要爭取一個最基本的結婚權 已經爭取了超過30年了 大法官說了這件事 接下來他再說一件事情 他再說可是立法院有沒有努力過呢 知道台灣歷史的朋友一定知道 有的從什麼時候開始立法院有同性會立法草案 怎麼想 2006沒錯 2006年小美秦立委就曾經提過同性會立法草案 而當時其實在就是很快的在程序委員會 就被反對方直接也是以連署方式就拉下來 而這件事情並沒有被社會關注太多 然後當時的同院團體也沒有準備好回應這件事情 所以大概我們 我記得當時我們就開了一個記者會 然後很憤怒的表達我們的不滿 然後就結束了 就沒有了 接著大法官又說 又不是只有2006年 接下來其實是2012年2013年 當時包括伴侶盟在內的團體其實都提了 當時伴侶盟其實寫了一個草案 就是交給政令局委員提案 也就是跟學宇合作 那個時候在立法院合作 我們交給政委員提案 而當時其實蠻順利的就直接通過了一讀 那大家還記得後來通過一讀發生什麼事情 2013年 法案很快哦 三個禮拜就通過了一讀 然後結果馬上我們迎接我們的是1130 當時的反同的保守的宗教組織 就動員集結上凱道 當時他們動員集結在1130 他們號稱30萬了 大家都覺得 但是我想數10萬 我認為至少有10萬 這樣子的人數 而這個人數其實確實也嚇壞了我們的立法委員 過去大家知道走到那個時候 台灣同志遊行大概都走多少人 最高紀錄6萬5 可是反同卻是在兩個月不到的時間 其實立刻集結了超過10萬人 而那也確實在凱道 我第一次看到這麼多人 其實是真的站出來反對同性戀結婚 這件事情真的蠻驚人的 蠻驚嚇的 那我想驚嚇了社會 驚嚇了同性戀 真的驚嚇了非常多的同志 也驚嚇了我們的立法院 所以其實法案也被擱置了 然後接下來就是大家比較熟知的就是去年 立法院又再次提案 然後大家也知道 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法案會過對不對 遙遙無期 而這件事情也被大法官寫上去了 他說當然現在法院其實是有審查的 但是從立法院從開始有這個法案到現在已經十餘年了 都沒有完成任何的立法程序 甚至遙遙無期不知道何時才會提過 這個是大法官最後站出來的原因 所以大法官後來就說 基本上婚姻是一個基本人權 非常基本的人權 而且站在民主憲政的體制上 基本上當人民已經訴求了三十年了 立法院走了十多年 走不到那個盡頭的時候 就是大法官要出來 作為這個釋憲機關 他必須要來還給人民最基本的權利的一個維護 所以這是大法官後來他說他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解釋的原因 那大家知道為什麼他要說這一段話 因為是不是好多人說 這樣是不是司法權侵害了立法權啊 有沒有人這樣說 這是不是少數人決定了多數人的權益啊 大法官一開始就說了 這不是這是憲政體制 基本上如果是關乎少數人的基本人權 而我們透過民主程序都沒有辦法完成的時候 這個時候其實就是需要由大法官出來做憲政基本價值 而且必須要趕緊做成有拘束力的司法判斷 這樣子才可以保障人民的基本權 OK 這是大法官第二段說的 接下來我覺得他很有意思啊 大法官 他在回應一個事情就是 如果follow這個運動很緊了就會知道啊 是不是反同仁很常說一件事情 就說哪有這不是基本人權 同性婚姻不是基本人權 以及說 誒是字幾幾幾幾幾幾號解釋 不是都說了婚姻就是一男一女嗎 大家那時候都不知道怎麼回 其實大法官自己回咧 大法官用一段來解釋這件事情 他說過去啊 這個做成的二四二號解釋 三六二號解釋 五五二號解釋 五五四號解釋 基本上 這些啊 都是立即 都是立即於婚姻是一男一女下 然後才去做其他的解釋 但是大法官從來從來沒有針對 我國的民法有沒有保障 同性婚姻做出任何的解釋 這樣知道我的意思嗎 意思就是說 基本上他過去是以一夫一妻為架構 去做其他的婚姻相關解釋 大法官說那是這樣子的脈絡 而不是大法官從來沒有說過 那台灣不給同性婚姻 到底有沒有核限 這件事情大法官沒有做出過任何的解釋 所以大法官在這裡澄清說 那這是第一次囉 大法官要來做這件事情的解釋 那接下來其實他做了一個 也花了很長的一段解釋一件事情 那我想這個好像要再更缺那一點 人會比較知道 大家知道有很多其實 也不是反同是 其實是很多支持同志的朋友的法學者都會說 我們的民法有沒有限制一男一女 有沒有聽過這種說法 有沒有 讀法律的人一定知道 我們的民法又沒有說結婚一定要一男一女 那我們的民法這種婚約是由男女當事人自己定制啊 然後接下來再結婚那一條 就說男幾歲女幾歲可以結婚 又沒有說一定要一男一女可以結婚 好那針對這一個部分 我相信這個是法學界很大的論戰 其實我不太想著墨啦 但是大法官其實幫自己解釋了一下 其實我想直接意思就是說 基於體系解釋各種法的都是用夫妻啊 這樣子的字眼意思就是說 基本上民法就是不准不准取同性結婚啦 大法官大概說了這件事情 好接下來大法官說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他就說啊 到底什麼叫做結婚自由 民法應該說在我們的憲法上 這樣的結婚自由到底是什麼意思 結婚自由指的是你是否要結婚 以及你要跟誰結婚的自由 叫做結婚自由 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而且大法官又說 基本上結婚自由它非常的重要 怎麼樣重要呢 他攸關了一個人 能不能人格健全的發展 他攸關了這個人是否獲得人性尊嚴 他在說什麼 結婚有這麼重要嗎 你們覺得結婚怎麼重要 但是大法官說 如果你不給一個人結婚權 意思就是你否定了這個人的尊嚴 你也否定了這個人可以有正常的人格的發展 比較健全的人格發展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雖然看起來很生硬 但是從 我相信很多的同志一定很感同的身受 作為一個同志從小 當我們知道我們愛的是同性別的時候 其實心裡面第一個想法是什麼 不知道 大家覺得當你一直到自己喜歡同性別的時候 你心裡想法是什麼 好開心喔 要戀愛了吧 是嗎 還是 我的想法 你的想法是什麼 絕對沒有未來喔 是 是不是很難規劃未來 不知道那我接下來 對我能不能結婚 我的未來在哪裡 我能不能被祝福 我是不是需要掩藏我的身分 甚至有些人會覺得我是不是生病了 我有病嗎 我可以改變嗎 這個是大部分的同志在第一 你一開始慢慢的意識到自己 其實喜歡同性的人 其實那個心裡面大概都這樣想 那為什麼是這樣子 我想跟這個社會其實長期以來 其實對同志的污名跟誤解 有很大的關係 那另外一個就是 當然我們的國家完全不給予同志伴侶一個合法的 婚姻的資格以及成家的一個資格 其實也讓同志完全沒有辦法規劃未來 對嗎 如果你愛上的是一個跨國的 就是其他國家的同性別的人怎麼辦 大家心裡想的第一件事情會是什麼 蛤 去他的國家 如果他的國家是不行怎麼辦 如果他的國家甚至把同性別判死刑怎麼辦 去可以的國家 去可以的國家 就是你們要想辦法移到第三個國家對不對 那要怎麼樣才可以移到第三個國家 小孩 蛤 要小孩 什麼意思 以前去找一個一個 比如說我的男朋友 去加拿大找個女朋友 所以去搞好心情嗎 然後就在幹離婚 然後我就不見小孩 然後小孩一親嗎 然後我登到卡 然後我在我的伴侶 我的天哪 好曲折的 好曲折的 一個好曲折的就是 哇那女生有沒有覺得會被騙婚的感覺 你要犧牲了另外一個女生的幸福的權利嗎 而且還要生小孩 那小孩如果知道這樣自己是這樣被生下來 應該會覺得很挫折吧 要有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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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開 好 顯然是個很曲折的過程 就是我知道的狀況 要不就是想辦法 像有一些 華 應該說華僑 到台灣來讀書 然後接下來愛上了台灣的 同性的男朋友或女朋友 接下來大家就苦惱了 就是大家還在學生的時候還沒關係 接下來面臨畢業就是一個很痛苦的事情 因為一定要想辦法留下來 不然這個關係大家都知道還蠻難維持的 遠距離的關係會讓人覺得真的沒有未來 你不知道我們什麼時候才可以真的相聚在一起 對 所以我要說的是其實大法官說的 我認為他只有用兩個原因說這件事情 但是我想寫在同志的心裡是很清楚他在說什麼 這個真的是攸關人格能不能堅存的發展 然後以及人性的尊嚴能不能被維護的問題 而這麼重要的問題 大法官說 再說了一句 他說啊 而且讓同性結婚根本就不影響異性戀的任何的權利 講得這麼的明白 然後就說 所以啊 我國的民法婚姻章 排除了同性結合的這個權利啊 基本上是立法上的重大的瑕疵 大法官直接說這是立法重大的瑕疵 而且根本就違背了憲法22條保障人民婚姻自由的意志 是違憲的 這很清楚的事情 接下來我們就要大法官就要論平等權啊 那平等權是什麼意思 不只是婚姻自由 而且是一個平等的問題 那平等的問題大法官就說了 基本上大家知道我們的憲法有威力平等權對不對 第七條 那第七條說什麼 好棒喔你們 你們現在公平課都學得好好喔 還可以背出來 我都要用念的耶 中華民國的人民喔 無分男女 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那大家還記得我們要用這一條的時候 是不是反同人就會說什麼 沒有性傾向 沒有性傾向啊 人家說的是男女平等耶 就是男的跟女的平等 有的人說性傾向平等嗎 沒有啊 所以就有人說 所以性傾向平等 不包含在我們的平等權裡面 好 大法官又用了一整段來說明這件事情 他就立刻打這些人的臉了 他就說啊 基本上這一條 就是第七條所規定的這種 禁止歧視的室友 僅僅是立誓而已 就是我只是舉例而已嘛 那比方說啊 身心障礙者也沒在裡面啊 那你可以歧視身心障礙者嗎 不行啊 對 所以性傾向也不過 就只是一個分類而已啊 所以只是沒寫上去 但是大家要能夠 這個叫做什麼 要能夠 理解 理解 然後要能夠 理解平等權是什麼意思嗎 對不對 好 所以接下來 所以接下來 大法官又又再論了一個 我認為這個會是在 未來我們相關的歧視案件會非常重要的 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可能會被引用的一個判斷精準 大法官說性傾向是什麼 性傾向是一種難以改變的個人特徵 那大家知道我們跟反同最喜歡吵什麼 到底是先天還是後天啊 同性戀到底是先天還是後天 然後好像同性戀如果是後天的話 那就可以改變 那你既然可以改變 那所以你自己不改變 所以才要被社會歧視囉 是嗎 那同志很多人就會說 可是我們是先天 可是有很多同志說 可是我們不是先天 因為好像真的是 白完 就是被白完 對 就被白完 有些人就說 可是我就覺得我天生 就喜歡男生也喜歡女生啊 我什麼性別都喜歡 我喜歡的是這個人 又不是這個人的性別 是嗎 所以到底 要怎麼去論這個先天後天的問題 我覺得大法官其實非常清楚的說一件事情 這也是我們在運動中其實常常在跟大家說的 你為什麼要去論先天還是後天 對 它就是一個 你愛上一個同性別的這個狀態 這個人生 需要被國家證實 而且需要被保護 你所成立的家庭 就是需要被保護 你去論它的動機 或者是成因到底意義是何在呢 其實大法官也就說了這件事情 他說 性傾向是非常難以改變的個人特徵 難以改變 並不是說他就是先天還是後天 難以改變包括什麼 其實包括 比方說我可能會是一個愛上 我也可能愛上男性啊 可是我現在就跟我的太太在一起挺好的 是吧 那我有必要因為愛上 就是我有必要因為要受到國家保護 或者是我為了要得到國家保護 我為了要得到國家的認可 或者是我社會的認可 我就要切斷這個跟我太太這麼長久的關係 然後去跟男生在一起嗎 這對我來說是難以改變是吧 是 這是一個非常難以改變的狀態 不論我天生下來可能也可能會愛上男生 但這不重要 重要的是當我這樣的生活 而且跟這個人在一起之後 自信性就難以改變 性傾向意思就是 這是一個非常難以改變的個人的特徵 那成因當然他也說了 包括生理的啊 心理的啦 生活的經驗啦 包括社會的環境 這都是大法官說的 好 那如果一個特徵是難以改變的時候 那麼當國家要給予差別對待的時候 就必須要用嚴格的審查標準 這意思是什麼 要用嚴格的審查標準 意思是說啊 如果人們因為 比方說我的種族我沒辦法改變吧 我的種族沒有辦法改變 如果我今天身心障礙 我為什麼沒有辦法改變 我難以改變我的特徵 我今天就是事情上 或是我現在就是跟一個女人在一起 這件事情難以改變 那這件事情 如果國家要因為這樣給予我差別的待遇的話 國家你必須要拿出非常非常強大的理由 那個理由啊 就是說 你基本上除了 你必須去舉出說 我給你這樣的差別待遇 比方說我就是不給你結婚 是為了要追求某一種公共利益 我才可以給你這種差別待遇 這種差別待遇 我們就以婚姻權為例 就是 我不給你結婚 那就是我要舉出一個非常強大的公共利益 而且啊 我不給你結婚的這件事情 跟你要維護的這個公共利益 之間 要有非常強烈的關係 否則我就不可以給你差別待遇 這樣就是我的意思 好 所以接下來 大法官就繼續對 反彤 我認為做了很好的打臉啊 第一個就是反彤總是說 阿童性戀又不會生 那不會生的話 是不是就不可以結婚 那大法官就回了這件事 他就回了一整段說 可是異性戀的結婚有用 能不能生來決定你 可不可以結婚嗎 沒有啊 那異性戀的婚姻結了婚之後 都不生小孩 難道會被撤銷婚姻嗎 有沒有 他說查無嘛 就是婚姻 就是異性戀的婚姻查無這樣的條件 那你怎麼可以 給予同性婚姻這樣的條件呢 OK 所以這不是理由囉 那有人說 有一個公共利益的理由是什麼 傳中間 傳中間他剛剛已經說了 就這麼是理由喔 教育 這沒 他到老婆沒說教育 因為基本上他只論你有沒有結婚的自由 所以他其實只有論你能不能生小孩 他倒沒有論 可是你那個會是在論什麼的時候 在論說那同志可不可以生養小孩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這樣有懂我意思嗎 同性戀可不可以結婚 那你要論的是 你能不能生 但是如果今天我們要論的是 那同性戀可不可以生養小孩 那你就要論的是 那個公共利益就會是 那同性戀生養小孩 會不會對於小孩來說會有危害 那這不是四字七四八二要解釋的 因為四字七四八二是在問 同性戀可不可以結婚 這樣有懂我意思嗎 好有一點那個我們那個腦袋 要做一點體操這樣子 好總之呢大法院就說 可是有人在說同性戀結婚是不是有為倫常 這個是公共利益吧 倫常是不是一個公共利益 那有為倫常嗎 沒有 好那你要怎麼論 這有為倫常 同性戀結婚有為倫常嗎 沒有 為什麼 大法院有說原因耶 你要不要說一下原因 原因是什麼 大法院說啊 同志如果可以結婚 那麼對於結婚的相關的權利益物 都跟異性戀是一樣的 所以基本上沒有違背倫常的問題 這樣知道我意思嗎 就是既然同志要可以結婚 那麼接下來跟結婚相關的權利益物規範都會是一致的 所以既然是一致的就沒有違背倫常 因為他沒有改變什麼 這樣 好這是大法院的論理的方式啦 當然我們可以有其他論理的方式 所以總之他要說的是 你如果只是要以基本的倫理秩序為由 就不給相同性別的人結婚 這個顯非合理的一個理由來做差別對待 這是大法院說的 好接下來就是大家非常關心的 接下來意思就是大法院說了 你們再回顧一下大法院說了 這件事情 基本上違憲是因為他有違婚姻的自由對不對 第二個他也有違平等權的一個解釋 就是接下來大法官就說 那我們現在這個處在這個違憲的狀態 我們要怎麼解決 大家很熟悉囉 兩年內 兩年內 好所以大法官說 基本上他要求有關的機關 有關機關其實就是立法院 在這個解釋文公布的兩年內 要依照這個解釋的意旨 就是大法官的意旨 然後來去做法律相關的修正 至於你要用什麼樣的方式修正呢 你是要修明法 還是要修一個特別法 基本上大法官說 這件事情 應該要交由立法院來決定 但是是可以隨便決定的嗎 不可以 給了一個非常清楚的限定 就說 基本上要達成婚姻自由的平等保護 好 這樣了解 那婚姻自由我們剛剛說了 是 婚姻自由的意義是什麼 我們是否要結婚以及跟誰結婚的自由 你要達成這個自由的平等的保護 平等的意思是什麼 剛剛說了 你不可以給予差別對待 你沒有任何理由 你就不應該給差別對待 OK 所以大法官說要達成婚姻自由的平等保護 但是你要用什麼樣的方式立法 那是立法院的自由了 好 那如果立法院繼續怠惰囉 不肯立法 那怎麼辦 兩年後立法院再不立法 那麼行政機關 他直接講了行政機關 那麼就可以依照 目前民法婚姻章的規定 使兩個人以上證明相關的書面 直接到護政機關辦理登記結婚 而兩個人之間登記結婚之後發生的效力 等同於法律上的配偶關係 這就是大法官說的 他的意思是什麼 立法院就算不立法 就算不立法 我兩年內 我兩年內都可以 如果兩年後立法院不立法 我就直接到護政機關去做登記結婚 而我依照的法條 就是現在的民法婚姻章 然後我登記之後我產生的效力 就是等同於配偶關係 好 這就是大法官說的全部 這樣有懂嗎 好 但是因為大法官又說了 他說這個事情啊 就是他的解釋範疇是什麼 剛剛我在跟那個 我知道你是婦農的同學 但我忘了你的名字 揭凱好 我剛剛在揭凱說的 就是說大法官說不及於其他 意思是什麼 因為這個當事人要求的是登記結婚 所以他的解釋範疇 但法官的解釋範圍 直到同志可不可以結婚 這個範疇 沒有到同志可不可以結婚 沒有到同志可不可以結婚 這樣知道我意思嗎 好 那所以啦 很多人就說 那所以我們就等 我們不要去那個嘛 是不是我聽到有人說 就等兩年後就好啦 直接登記結婚不就好了嗎 這樣都不用不用擔心有專法出現 是不是 有沒有聽過這種說法 有 可是對我們來說 這當然會有很大的風險啊 那個風險是什麼 如果是直接讓 好 法案真的不休 就讓同志可以登記結婚的話 那麼顯然依照大法官的意志啊 恐怕是沒有收養權的 恐怕是沒有收養權 只可以登記結婚而已 這樣子 那可以登記結婚之後 雖然效力等同於配偶 但是你知道我們的法律體系挺繁複的啊 所以有一些東西到底行不行 我們都還不知道 比方說 我相信這裡是大家繼續關心的 比方說啊 剛剛說的跨國伴侶行不行 跨國伴侶行不行登記結婚 因為跨國伴侶涉及的事情比較複雜 它包括假設如果說是台灣自己列舉出來23個國家 是要境外面談的國家 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說 如果你要跟這23個國家的人民結婚的話 你必須要在這一個國家 就是該國 對方那個國家 你要先進行境外面談 而且要在那裡先登記結婚 你才可以進到台灣來 那23個國家包括什麼呢 其實就是包括像中國 包括像東南亞非常多的國家 那這一些國家有通過同婚嗎 他們有通過同婚嗎 沒有通過同婚 那怎麼樣在那個國家結了婚之後在境外面談呢 這樣知道我意思 這會變成很難的事情 那所以它就會變成還是需要配套的一些修正 那假設我們真的就是等嘛 兩年後都不修法 然後就等著好像就直接適用民法 那麼未來這些問題都還是要在兩年後慢慢解決 所以為什麼我們不要趁著這兩年把這些事情就一定討論清楚 包括同志我們希望的就是行政院提出的版本 當然要包括收養權 第二個是我知道有非常多的朋友就在等待人工生殖 的一個權利 然後以及親屬關係 就是當我們生下小孩之後 這個小孩要跟這個伴侶之間的那個 法律親子關係的認定要怎麼認定 這也是一個問題 第四個當然包括我們剛剛說的跨國的同性的伴侶 他們到底能不能合法的順利的結婚 並且可以拘留取得拘留的資格 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因為他都牽扯到法律之後的配套修正 所以這也是我們接下來應該不是我們接下來 我們從九月十月其實密集的舉辦了四場論壇 然後也都把政府官員請來 就是我們希望能夠及早開始溝通 那及早開始溝通 他們就可以把這樣子的意見 帶回行政院的修化小組 帶回行政院修化小組 盡量的讓法案能夠更完善 然後就是盡量的能夠在兩年內 通過一個比較符合我們心目中 比較完整的法案的一個目標啦 我想是這樣子 先講到這裡 如果有問題我們可以先問這樣子好不好 真的 真的 那剛剛其實就是 秘書長還在我們 剛剛我問的一個問題 在七十八這個意義的內容 我覺得他其實是非常非常清楚 那相信大家也對這個內容有一定的 開始有了解了 那我還想再問就是秘書長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說兩年後嘛 對 那可是這兩年我們到底可以做哪些努力呢 我們可以做哪些努力啊 對 好 到底可以做哪些努力 我想剛剛有一部分就是我們希望讓 第一個是實成的問題對不對 第二個是完整性的問題 那我們先談實成的問題 其實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其實辦謀台還在打司法訴訟 那原因是什麼 是因為啊 大法官的這兩年 基本上他其實是克於立法機關的一個責任 但是當我們國家的民法沒有保障同性婚姻權被宣告違憲的時候 那就代表他是一個非常重大的時刻 就是台灣處在一個人權有缺失的違憲的狀態 那人權有缺失的違憲的狀態 難道只有立法院可以回復這個人權的缺失嗎 當然不是 所有的行政機關其實都有這個責任 甚至包括任何一級的法院都有這個責任 其實是要恢復人權的保障 基本上這是大家的責任 這是我們的想法 那所以其實這個應該說辦謀在打的這一個司法訴訟 其實是從2014年我們就已經開始進行 因為2014年我們那時候號召了 因為立法停滯嘛不動 那大家都很焦慮啊 就是如果我們把所有的現在大家很焦慮啊 我們面臨同樣的處境 我們把所有的雞蛋都放在立法院的時候 立法院說不動就不動 就像現在對不對 他說不動就不動 明明就有一個兩個法案 那你不是通過司法法治委會放在那裡嗎 那他有要動嗎 不知道 因為大法官就說我不知道立法院什麼時候要動 沒有人可以決定 所以 我們那時候就在想說 既然立法院其實是處在一個這種 比較是政治角力的一個領域 那比較容易因為各種各方的意見以及政治上的壓力就會停滯 所以我就想說那我們還是打司法訴訟 所以2014年那時候就號召了三十對的同性辦理 我們那時候就衝護著然後去要求要跟妳結婚 那之後有三對辦理就是繼續打訴訟 那打到什麼時候停下來 是因為我們送了齊大哥齊家衛大哥的釋憲案 因為已經有釋憲了 所以應該說因為已經送了釋憲了 所以這些案子就都停下來 結果一直到七四八出來之後這些案子就要開始動啦 不能永無止境的暫停嘛 所以他們就開始動 那立法應該說我們的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就開始開庭這樣子 那我們的要求是什麼 其實很簡單 法院是不是應該要依法來裁判 那當時 當時我們就是要求要做登記結婚 而護政機關不給我們登記結婚 當時他的理由說什麼 說因為民法職遵循一男一女 那麼現在這個理由還存不存在 不存在了 因為這件事情已經危險了 對吧 這些事情已經被七四八訴告危險了 所以法院就不可以再依這個理由來禁止 來禁止同性戀可以來結婚對吧 所以當時應該說 後來我們得到的第一期的訴訟判決 高等行政法院就說 是的 因為現在這個理由已經違憲了 護政機關拒絕同婚登記的理由已經違憲了 所以他就駁回了這件事情 應該說撤銷了這個處分 撤銷了對於行政機關對於同性辦理的一個處分 那撤銷了之後怎麼辦呢 當一個行政處分被撤銷的時候 應該要給予另外一個釋法的回應對吧 人民要全力送到主 然後你現在不給我登記 你不給我登記結婚的理由已經不存在了 那所以如果要恢復這件事情 不是就是要讓我登記結婚嗎 不然還有什麼理由 是吧 所以我們的要求就是說 護政單位說現在與法無懼 所以不能給予登記結婚 我們認為是沒有道理的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法官都曾經當庭問過護政單位說 那兩年之後如果沒有修法 請問一下護政機關你們可以允許登記嗎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啊 那依什麼法登記 依民法婚姻章 剛剛我才唸給你們聽 依民法婚姻章可以登記 意思是說有法律好嗎 即便不修法的狀況兩年後 你都還是要依民法婚姻章登記不是嗎 所以我們的法官其實問莫護政單位說 那兩年後如果就是不立法 你還可以說與法無懼嗎 你還是要依婚一張登記啊 那既然如此 你怎麼可以說現在與法無懼 因為我沒有法源依據 我就不給你登記結婚 這是沒有道理的事情 所以我們其實我們的訴求就是很簡單 就是基本上現在是一個危險的狀態 那麼護政機關已經沒有任何的理由 可以拒絕同婚登記 那既然不能拒絕同婚登記 而又不是沒有法理員依據的情況 因為他可以依民法婚姻章來做登記的情況之下 基本上他就做就好了 所以但是我們的法院不敢判 我們的護政機關也不敢登記 好所以求又再繼續踢回我們的行政院 就是修法小組以及我們的立法院 所以現在狀況是這樣 所以你問我兩年內能做的事情是什麼 我覺得第一件事情我們剛剛已經說了 我們要讓這個修法更完備 這是我們能做的 第二件事情是我們一定要找到破口 那個破口就是說 如果今天所有所有的希望都在立法院 那麼立法院不動就是不動 所以我們希望有更多的機會 包括我們的法院能不能做出一個強而有力 而且勇敢的判決 說現在行政機關 你本來就應該要依法 就要讓同志可以結婚吧 那有沒有法院願意做出這樣的判決呢 我們有三個案子 現在有一個案子 我們的法官不願意做出這樣的判決 那我們還有另外兩個案子 然後以及大家所有人都可以再繼續 我們真的非常鼓勵所有的人 你們都可以去要求登記結婚 如果對你們該地的護政機關 不讓你們登記結婚 你們就繼續打訴願繼續打訴訟 因為一個法官不判 我們其他法官也許不判 所以現在的球已經交到各個行政法院的法官身上 這第一個 第二個是各個地方政府都有權利直接開放 因為現在只要開放了 開放都沒有違憲的問題 開放也沒有違法的問題 所以當然地方政府可以開放 所以現在也有一個球是在地方政府 有沒有一個地方首長有尬詞說我就開放 搖頭 沒有尬詞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其實748號開了一個門 那個門就是讓更多人成為當事人 應該說成為關係人 有更多的人其實你在你的位置上都可以做一點事情 不一定要等到立法院 也不一定要等到行政院給出版本 其實沒有必要那麼辛苦的等待 因為只要有一個高等行政法院的法官做出一個判決 這件事情就成了 所以我要說的是那我們兩年可以做什麼 有太多事情可以做了 有太多事情可以做了 大家就是直接去登記結婚吧 然後我們也常笑說結婚可以做什麼呢 只是為了要打訴訟嗎 不是的 我們一直在想這件事情 其實跟我們身邊在發生的悲劇有關 真的就是悲劇 九十半盟的一個夥伴 其實就在事件結束之後 他花了那麼長的時間跟著我們走到這裡 結果他的伴侶就在事件結束之後 發生了意外 他們在一起18年 所以這真的是還蠻痛苦的事情 那發生了意外 那中間這些事情到底誰要賠償他 我想問的就是誰誰該賠償他 他其實也是2014年 跟著我們一起結婚登記的其中一對當事人 他只是沒有繼續打訴訟 而都已經是違憲的狀態了 現在是國家行政立法怠惰 造成人民的基本權利受到了侵害 而在這個侵害的期間 真的有人發生了悲劇 那麼請問一下這個悲劇 國家要不要賠償 是因為國家的怠惰 造成人民的各種不變跟損失 所以我們認為國家應該賠償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對我們來說 這是一個超級消極的狀態 但是大家如果都願意 因為我們真的不知道生腦病死嗎 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下一刻我們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如果我們就是做了結婚登記 至少我們都有一個國賠的可能性 的一個我們都不希望有人發生了 但是發生了就是有一個國賠的可能性 那我們就笑說 這是不是叫做統治登記結婚買保險 我們買一個兩年的保險好了 對就是為自己買一個保險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我誠心的鼓勵大家 就去做結婚登記 對 就是讓他每個人都去當成一個當事人 然後去爭取這件事情 對 那剛剛有提到說 如果另外一半在這個兩年空窗期 然後發生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可能有機會可以申請國賠嗎 那試試看 那另外一方面可能是繼承權的問題 對 在這個部分有沒有 然後再多一點的 繼承權當然現在沒有辦法登記結婚的情況之下 這個就會是 因為國家沒有 因為國家的立法代都不讓我結婚 造成我繼承權的損失 這就是國賠的一個標的 這是一個理由啊 對 所以各種嘛 其實不只是 不只是繼承權 同性犯女有太多的權利義務 其實是受到了損害 所以我相信大家 這幾年有越來越多的個案故事 其實大家是能夠明白 他不是只是繼承權 因為到現在我還看到 就是 還有反同的團體在說 那畢老師的事情其實只要 修個繼承法就好了 我都很想回他說 如果是真的只要修一個繼承法就好了 那是不是一新年都不要結婚了 用那個繼承法 是不是 大家都用繼承法就好了 那一新年也不要結婚啊 我們只要修繼承法就好 大家都一樣 所以結婚就不是只有繼承法的問題啊 這是很簡單的道理 但為什麼他們聽不懂 我知道 剛好我們在看你的提到的時候 我記得還要想要說 如果通過了之後呢 通過了之後 好 其實我想要說的是 其實時間有一點 對時間快到了 快到了 我們到幾點 9點 到9點 半嗎 好 我覺得很半嗎 我們到9點3 9點 到9點3 留那個QA的時間 對我很想要聽QA啦 所以我其實 我其實有一個很簡單的想要分享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情講起來好複雜 想聽嗎 對啊 這麼想聽欸 因為這事情真的很複雜 我不知道要怎麼樣可以把它講得更清楚 幫你拿個睡 好 其實我想要說的是 那婚姻平權走到現在 我們到底完成了什麼 然後接下來還有哪些 謝謝你 還有哪一些我們還要繼續努力的 對 這是我覺得在第一線的運動觀察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那我覺得在運動上面 我想非常清楚的是大法官的解釋 某一個程度上 我認為某一個程度上 確實平反了同志過去 長久以來遭受的污名 包括大法官也提到了 同志長久以來遭受社會排除 以及社會的誤解 然後以及被病理化 這一些大法官都給了同志一個平反 那當然這個平反 目前只是在我國的憲政體制上受到了平反 他有沒有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被平反 這個需要我們大家繼續一起努力 但是我想至少我覺得 看到一個白紙黑字的四字七四八寫得這麼的明白 其實我是我自己覺得蠻安慰的 就是表示我們這幾年的運動 確實某個程度上說服了我們的大法官 對 好這第一個 第二個其實我也看到的是婚姻的意義這件事情 大家過去都會覺得結婚其實就是傳宗接代是吧 就是婚姻的意義在大法官的視線文裡面 其實在某個程度上我認為已經被淨化了 我知道蠻多人還是非常的認為不夠好 但是確實我覺得還是要比較平衡的說 大法官其實某個程度上已經肯認了現在的婚姻的意義 已不再是升職為中心的 而是在於親密結合 就是他把我覺得是社會上早就發生的事情 把他肯認而且寫在了視線文裡頭 我認為這是一個進步 某一個程度上是一個進步 當然很多人還是非常不滿意大法官寫這種排他性 還有什麼永久排他性 還有親密結合關係 很多人還是覺得這真的很保守 我同意 但是至少我們還是要給他一點鼓勵 是他往前進一步 他至少沒有說婚姻是為了生小孩吧 但是這是我們很多人到現在法學界 甚至是很多一般的社會常民還是會這樣想 就是結婚就是要生小孩 所以反過頭來說 如果不小心懷孕就要結婚 這個在台灣 我認為還是一個很需要我們繼續一起努力 來去對話的一個價值 因為在台灣 我看到一個數字 大家應該也會覺得很精 我不知道你們會覺得很精嗎 不是 是台灣的出生的嬰兒 有九成是在婚姻關係中 你們覺得這很正常嗎 有一成是在非婚姻關係中 也就是說不是在婚姻中出生 但是有九成在婚姻中出生 這意思是什麼 要不就是大家還是覺得結了婚才可以生小孩 要不就是懷孕之後趕快結婚 就是這個意思 可是大家知道其實 例如說在法國 或在歐洲其實蠻多的國家 婚姻中出生的小孩其實都已經超過五成了 也就是說十個小孩裡面至少五個以上 都不是在婚姻關係中出生的 那這個代表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老實說我們的國家 我們的這個社會 不要講國家 我們這個社會 其實還是蠻 我認為還是蠻污名化非婚生子女的 而且還是蠻認為小孩子就一定要在婚姻中出生 其實才是比較好的 那這件事情我覺得是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要不然如果 如果知道半盟運動的朋友 一定會知道接下來 我們當然會把焦點 或者是更努力的去推動 所謂的多元成家 不是只有婚姻 還有伴侶的家屬 那這種非婚姻關係 會顯得非常難以推動 就是假設這麼以婚姻回中心這樣子 但是我想我們至少打破了一件事情 就是 沒關係我拿腳步 謝謝 就是至少我們 在視線文中打破了這個 婚姻是以生殖為中心的這樣子的一個架構這樣子 好 那之後我覺得可以預期的就是當同志可以結婚之後 完全可預期的就是 婚姻中的性別分工一定會重新的被重塑 這樣知道我意思齁 這樣好學術喔 意思就是說 過去大家都認為先生應該怎樣 太太應該怎樣 男人應該怎樣 女人應該怎樣 這件事情其實從來都沒有被真的打破過 婦女運動走了這麼久 但是我看到的是 大家那個根深蒂固的框架還是非常非常深 所以我相信未來同志可以結婚之後 某個程度可以加快的鬆動 這樣子的一個性別分工的一個結構 對 那另外一個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這種性別政治一定會改變 就是我看到一個男的我就覺得男的應該怎樣 我是女的要怎麼跟這個男的互動 這些事情某個程度上都會被改變 對我覺得這是好事啦齁 然後再來就是 我其實也看到的是在整個運動過程中我自己比較感動的是 因為我自己在童韻也快要20年 我看到的是在從我從半盟2013年比較活躍的 或者是說正好得到了取得了這樣的政治機會 讓婚姻平權議題成為一個公眾討論議題之後 我看到的是同志社群真的蠻成熟的 那今天在座是非常多的是年輕人 所以我想也許你們很難想像 在2006年 湘北晴立委提法案的時候 當時的很多同志社群的討論 還是停留在 這個社會已經很包容我們了 我們不要再那麼高調 這樣聽得懂我意思嗎 其實我相信 到了30幾歲的同志應該對於這樣的論述都不陌生 我也常常到紅樓去跟老闆們聊天 其實老闆們也都會這樣跟我說 就說同志啊能夠這個社會能夠包容我們已經很不容易了 不要這麼積極 也不要這麼 好像很刺傷這個社會 可是我在從2013年我的觀察是 我看到的是年輕一代的同志 再也不接受這種論述了 當人家說包容的時候 大家會回什麼 你們會回什麼 誰要你包容 是吧 對啊 誰要你包容啊 我們要的是一個平等的權利啊 我也沒有要包容你啊 你幹嘛要來包容我呢 所以包容論述 我認為在現在已經行不通了 這個意思就是 很多人也會去挑戰很多啊 就是說那 同性戀是不是就是很亂啊 就是會性很蓬勃啊 這樣子 跟很多人有性伴侶很多啊 是不是 是不是 就是 以前的同志可能就會覺得很羞愧 然後那個羞愧感很恐怖 他還會去指責自己的同志的社群的人說 哎你們不要那麼高調 哎你們當一個好公民就好 甚至會說 幹嘛那個遊行的時候都要那麼裸露 就是我看到的是 同志社群過往其實還蠻常 就是打壓自己的同志朋友 就是意思就是說 都是你們自己不爭氣 害我們被歧視這樣子 但是我看到的是 新一代的年輕朋友 其實比較不接受這種論述了 大家會比較想著就是說 一心臉也很亂啊 一心臉也多批雜交亂七八糟 一心臉也情殺對吧 那其實為什麼同志情殺要被這麼放大的解釋 你們現在知道我在說什麼 好我的意思就是 越來越多人可以去理解到 我們不用這麼被公訊息好嗎 我們不一定要當一個這麼完美的 優秀的好公民 我才需要被平等對待 我即便在 我即便在 對我即便就是 就是 對我就擄蛇嗎 對我就是 不行嗎 那怎麼樣 我我我會因為這樣子 我只是因為愛女人 我就要被歧視嗎 不是吧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我看到的是 我看到真的很大的 一個論述上的轉變 以及同志社群這個 這個能量跟這個要求平等的一個決心 我看到我是很高興 而且我覺得這個真的跟十年前 非常非常不一樣 而也是這樣子的一個 運動能量 讓七十八可以發生 其實我覺得大法官都已經說了 我認為如果沒有過去的那些努力 也不會做成七十八這個決定 因為這不是一個純法律的問題 就像大家知道其實 最常用司法權來挑戰同婚的美國好了 過去啊其實是 不論怎麼挑戰都碰壁這樣 怎麼挑戰 就是司法權都不會說 這個是一個歧視 但是之後其實我們看到的 反而是 大法官其實不斷的在做出新的解釋 所以意思就是說 它絕對不是一個純法律的問題 對於什麼是平等 對於什麼是自由的價值跟內涵 都是隨著我們社會的變遷而改變的 它不是一個固定的 好像就是你身而為人 就是說 就是人權就是長那樣 好像就是那樣 沒有其他的範疇 但是不是的 我們看到的是 整個人權的價值跟平等的價值 是隨著社會滾動 而不斷的成長 所以要不是大家的努力 我相信不會有七四八 所以這也是我對七四八的一些想法 但是我要想的是我也 而且在這個過程中我的憂心是什麼呢 我的憂心是 大家覺得為什麼大家都會 你們覺得你們站出來是被什麼都會感動 那麼多人 蛤 是被磨磨氣大 是被磨磨氣大 很好 但是我知道很多人其實啊 會被這個運動感召啊 我得說喔 運動我們不論用平等的論述 大家會出現 有時候會出現 有時候你們會出現 有時候用悲情的論述 人數會更少 但是什麼時候人數最多啊 通過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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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不敢出來好嗎 通過放鬆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你用什麼樣的扛棒 一個招牌放在那邊 大家就會跟隨 其實我看到的是 這幾波裡頭還是以愛 作為論述 其實人們才會出現 愛一樣大家都一樣 是不是這種狠 這種口號 就很容易打動每一個人 然後很容易說出口 然後很容易變成 我們說服別人的理由 對 但是我其實做 應該說這個運動 從過去 我們開始起步的時候 如果大家有觀察 就會知道伴侯 其實一直不敢用愛這個字 我們不願意用愛這個字 為什麼 愛意氣面會一直有愛 是不是 不是啦 我不是意思 我意思是說 那難道你們要結婚 異性面要結婚的時候 是有檢視他們愛的成分有多高嗎 沒有嘛 所以就是 難道是因為相愛所以才可以結婚嗎 是因為相愛才可以結婚嗎 是嗎 怎麼能闖出去啊 是怕社會變成一個二元論的 就是 基本上這個不是 愛不是婚姻的基礎 基本上 同這樣爭取婚姻權 要的就是一個平等的權利 一青年多的是政治聯姻吧 多的是財產交換吧 家族財產的累積吧 多的是甚至就是一時頭昏昏 然後也不知道為了什麼 就要結婚吧 多的是甚至是因為鳳子成婚嘛 也不一定有愛啦 但是生了小孩 就小孩都懷了 好像就要結婚吧 多的是因為三十大警報 覺得再不結 好像這個接下來 好像會被認為是伴侶還是什麼 對 就結個婚吧 到底愛的成分 到底在婚姻裡面 是有多大的成分 一青年其實 我認為蠻多的一青年 也不是因為愛而結婚的 但是為什麼這個以愛為論述 卻號召了這麼多人一起啊 我覺得那不是正顯示 這個社會很渴望愛嗎 不論同事戀一青年 不論任何人 正是因為我們這麼的渴望愛 跟需要安定 需要安全感 需要我們想像中那個 愛有一個人會愛我一輩子 跟我牽手走一輩子的那個 對我來說那個就是一個泡泡 我們對於那個粉紅泡泡的期待 讓這件事情也召喚了大家的同理心 是不是這樣 很多的異性戀也覺得 正因為我也渴望那個 所以我就同理同志也渴望那個 而他們沒有辦法得到那個 所以我們就要站在一起 可是事實上那個東西 那個泡泡到那個婚姻有沒有關係 我認為關係沒有很大 對我認為關係不見得那麼大 好這是我 我覺得這個在這個是 這個運動走到這裡 我當然會憂心 那這個憂心會跟 當然就是接下來 我們想要推動其他的成家制度 其實會變得非常非常困難 這是第一個 但是我另外一個憂心是 恐怕我們的運動 並沒有真正的回應 這個社會上的憂慮 這個憂慮 這個憂慮 包括我覺得這是我們全部的人 都應該要面對的憂慮 就是當社會上的每一個人 尤其是性別 所謂性別是男女 我要特別實質地說的是 當男女越來越平等的時候 當 這是好事 意思就是說我們每一個人 越來越能夠追求 一個自由的獨立的人生 也越來越追求兩個人在一起 其實是平等的關係 當我們越來越追求這件事情 我們勢必要面臨一件 另外一件事情 那個事情就是 關係會越來越脆弱 這樣可以懂我意思 當兩個人相愛 只是因為相愛而在一起的時候 關係就是脆弱的 那個脆弱的意思就是 當愛跟情感比較被磨損 不在的時候 顯然這個關係就會結束 但過往為什麼我們會覺得 那麼的安定 我認為某一個程度上 立即在 某一種不平等的性別關係裡頭 因為有一個人要依賴另外一個人 當 關係中有人 並不是那麼平等的時候 而比較靠 不論是經濟上 情感上有依賴關係的時候 確實這個關係是比較難分裂的 但是這不是我們覺得 比較好的關係是嗎 如果我們追求一個更平等的關係的時候 顯然我們也必須同時要學習 關係是會斷裂的 而我們要怎麼樣去 學習面對關係的離去 而還能夠好好分手 繼續雖然情感不在 愛情也許不在 也許未來生活沒有在一起 但是還是能夠維持一個比較好的 人與人之間的對待 我認為這恐怕是我們每一個人都不需要面對的 當我們更追求平等的關係之後 而顯然我覺得我們的社會對這件事情是焦慮的 是還找不到束手無策的 還找不到一個好的方式面對的 所以他顯現出來的結果就是 昨天大家也看到消失了嗎 非常多的分手暴力 那也會看到 我覺得這個社會把這樣的恐慌 反同的陣營裡頭不斷的煽動 非常類似的恐慌 那這個恐慌當然不是統治的問題 但是他卻把這個恐慌讓同志 婚姻成為代卷膏羊 但是這會是我們共同接下來要面對的 這個社會的一個變革 我認為是親密關係跟家庭 一個非常大的一個變革 對那早就發生了 只是我們怎麼面對的問題 那我覺得這會是我們需要 一起有更大的智慧來面對這件事情 所以這會是我對接下來的運動 我當然會覺得有更多需要著墨的空間嗎 他也沒有這麼清晰可見 就像婦女團體走到現在 女性主義走到現在 好像很多議題都處理完 處理過了一遍 好像大家也覺得男女平等了 但事實上不是吧 在生活中從來都沒有男女平等這件事情 但是因為他的結構已經改變了 就是台灣的政治結構還有法律結構有一些改變 所以造成很多人都會覺得 好像沒有辦法實力啦 因為結構已經改變了 但是他卻 這個不平等性其實不斷的存在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 所以現在需要的其實是更多的更辛苦的 我認為非常辛苦 但是也會更有趣的一個文化上面的改造跟變革 那這會是我們要共鳴面對的 好 那其實講的是他剛剛在這個我們的主題是蝦子講很多的 我覺得他的邁路非常非常清楚啊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因為我剛剛看到很多 我先讓他休息一下 不然我再問他要回答 他很常 你給人機會 對 我現在要看到 因為我剛剛看到很多 同學手上的筆記 就是很滿 我想要試試請 看現場有沒有想要問 講師問題的同學 然後我們來做個討論 可以嗎 謝謝 我是想請問一下 字節是說 雖然剛剛整個這樣聽下來 是提到說 除了那個立法的進程 就不要把所有積膽放在那邊 要找到其他破口 比如說像是具體要登記結婚 然後打行政訴訟 或者是訴求地方政府的首長 可能有個詞就直接開放 但是我是想要問有關立法的問題 因為在去年12月22號出診 通過的那個法案 基本上是以油美女的版本 是這樣送出去 那其實在油美女版本裡面 是有解決到收養 是一體適用的這個問題 可是他在婚生推定的部分 有做一個特別的排除 那假設說 現在要進行一些立法上的訴求 比如說希望說 行政院法務部提出一些相關的版本 那就這個是 目前還需要再做一些更多的要求的部分嗎 然後或是像之前在 不管是國民黨區域人 或是時代力量的黨團版本 其實都有性別角色中立化的一些用詞改變 然後某某就會拿這個說 喔要改好多條 那我就不要那麼大背双 可是其實我覺得他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就是去打破那種婚姻 在用詞上面就好像還是局限 因為異性是一個正統 然後同性只是 欸我附帶給你掛上去 那他這樣提 比如說把男女改双方 我覺得他是有一個很重大的意義 那比如說在之後 爭取法務部上面提一些版本的時候 這個是辦盟會想要去佈許的地方嗎 然後再加上說就是賴慎德院長 剛上來他是有名講說 這個會期基本上不太會把婚權 當成是一個優先法案 那就是要怎麼樣去 那不管是立法或是行政機關 然後去有一些動作 這樣 這是我的一些想法 我們要收集會議再 收集會議再 收集會議嗎 好 要吧 我們一次收集三個 那我會再三個 來 再兩個 來 後面一個 還有沒有 那個就是 我從家裡來的 然後前陣子我聽過 有美女跟王立靖 就是女士的演講 然後講到 就是 他們其實已經把戰場轉到 就是 就是想說從教育下手 然後他們就是 想要把多年性別的教育 就是剃除校園 然後 就是很多條例 就是其實很多縣市都有 都有 那這一塊怎麼面對 就是我一直說 嗯 我知道 很難 對 我可以去找回音看看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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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還有沒有 沒有 那就交給講者 好 好 那有四個問題嗎 那我就 從婚春推定 大家知道什麼是婚春推定 有人不知道嗎 不知道的 不要害羞 婚春推定 不知道的 喔 好 那是這樣子 我要先簡介一下 什麼叫婚春推定 很簡單很簡單的說 就是 婚姻關係中出生的小孩 如果在沒有代母的情況之下 代母的意思是 代理育母 就沒有這種 我把我的小孩啊 請他幫我懷 這種事情 如果沒有這種事情的話 那我們可以 比較可以推斷的是 小孩子出生一定要從一個子宮出來 對不對 那那個子宮是誰的 就是那個人是母親 這比較沒有問題 那誰是那個小孩的另外一個雙親 在婚姻關係中 就是在我們現行法裡面 就會去推定說 那這個配偶就是他的另外一個雙親 以異性戀的架構就會是 爸爸 所謂的配偶就是這個人 這個女生的先生就會是小孩子的爸爸 講白了就是這樣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要說的是 接下來同志要可以結婚了 所以是在婚姻關係中 如果是兩個女生 出生下來一個小孩 那這個小孩要怎麼跟 那個不是分娩他的 而是另外一個配偶 要怎麼樣建立親子關係 對我們來說比較合理的想法 就會是 直接就是認定 這個非分娩方 就直接是他的母親 就直接是他的雙親 對我們來說是最簡單的想法 而且也比較平等 也比較少可能的風險 好 可是在去年 通過審查的兩個版本裡面 兩個版本都明文的排除了 這個婚姻推定的相關規定 那意思是什麼 意思就是婚姻關係中 女同志的婚姻關係中 出生了一個小孩 那這個小孩就 對不起借我用一下 我們兩個人 然後我生了一個小孩 那這個小孩要怎麼跟他 建立親子關係 就只能靠收養 依照現在的審查會版本是這樣 那這個狀況到底有什麼不便嗎 或是有什麼不好 你們覺得呢 對啊他如果不好意思 我們就吵架了 他就走了這樣 他不要收養小孩 那就沒有辦法 或者是說我不想要讓他收養我的 我生出來的小孩 那他也不能再收養了 那當然還包括收養程序 其實再怎麼簡單的收養程序 依照目前律師的實務經驗 至少就是一年 那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 當我們決定要開始 共同養育一個孩子的時候 通常我們要經過 一般男女同志 可能會經過半年到一年的規劃 然後再來就是我要懷胎 也要懷胎十個月 然後生完之後 他要跟這個小孩子建立親子關係 又要一年 中間是多久 兩年到三年 兩到三年的期間 一個關係兩到三年中間出任何事情 這個收養關係就不能建立了 所以這會是一個滿大的風險 這也是我們一直覺得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希望接下來行政院的版本 一定要放入合身推定 之前有美女的版本沒有放 我們後來了解到有一些原因 當然包括說 他們覺得法條的寫法 可能會有一些困難 所以我們也提供了1063-1的寫法版本 這個版本目前提出來之後 看起來大家會覺得好一點 就是這個版本的寫法 雖然還是有一些討論 但是我們開論壇的時候 像法務部司法院來似乎也都表達可接受 那這可接受是可接受啦 但是他們要不要拿大路 是另外一回事啦 所以總之法務部會把這樣的意見 帶回修法小組去討論 那當場其實 包括像民法的比較資深的教授 像是陳慧欣教授跟另外一個 智慧玲教授 其實都是民法領域比較資深的教授 那他們也都認為應該要更深推定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只要法條能夠技術上的搞定 婚身推定的話 基本上我認為 大家認為要納入不是問題啦 因為他會對於子女來說的保護 是更加的久道 這第一個回應 第二個回應是關於那個 是不是要改稱謂的問題是不是 那改稱謂的問題是這樣子 其實大家知道後來 雖然由美女的版本 其實是直接改972嘛 第二項 你知道所謂的第二項 就是972它本來寫什麼 婚約應由男女當事人自行定職 那我們原本希望的版本是 婚約應由雙方當事人自行定職 對吧 可是大家知道真正出委員會的版本是什麼 都不是 真正出委員會的版本是保留了原本的 婚約應由男女當事人自行定職 再加一項 同性婚約應由雙方當事人自行定職 我覺得真的 只要腦袋清楚的人都會知道這件事情太怪異了 什麼叫婚約 什麼叫同性婚約 就是都自婚約 不是就婚約嗎 不是嗎 對 不是就結婚嗎 婚約是訂婚 定婚就是訂婚 怎麼樣去分 那為什麼不寫異性婚約呢 沒有 它就是婚約 好 然後就算了 那跨性別覺得是婚約還是同性婚約 這真的是很麻煩 然後現在其實大家知道我們接下來 其實要開始推動跨性別患症跟雙性人 其實要拒絕強制手術類似 甚至我們已經確定國家目前政策方向是會有X性別的 那請問一下X性別跟男或是跟女或是X還是X 到底哪一個是婚約哪一個是同性婚約 所以X要用X叫做同性婚約 那X跟男是異性嗎 那異性就是用婚約嗎 真的太怪了吧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這個二分我認為真的是毫無道理可言 但是現在我們審查會版本就這樣通過去了 所以我當然也希望行政院版本可不可以就是正常一點 那大家知道為什麼那個法案這麼不正常 就蠻違背我們的理性邏輯的是嗎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 真正的理由是什麼 某某某某某想要什麼 就是不想要跟同性婚約 對 因為某某不想要跟同性戀用同一條嗎 真的是這樣子 就是某某就是覺得 某某就是認為要保留名法給一男一女 然後同性戀你就另外用就好了 意思就是 我就不想跟你用同一個條文 那為什麼 這不就是社會污名跟社會排除嗎 對 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說 其實老實說 我們如果真的不要考慮某某的心情 那比較好的立法方式真的就是直接用 直接就改掉了 就是把男女就是改成雙方就沒事了 而其他的那些他們說什麼 改了之後就沒有爸爸沒有媽媽 什麼嗎 就是所有的法條裡面的夫妻 夫妻就是改成雙親就好啦 配偶啦 夫妻要改配偶嘛 對嘛 不然誰是夫誰是妻 以後看到法條請問一下我們 如果是女女婚 這樣誰是夫誰是妻 大家也受不了 覺得到時候婚姻登記的時候 要登記一個夫一個妻嗎 這個很多人也覺得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我認為在排除某某的某一種 心理抗拒的狀態下 我覺得比較好的宣化方式真的就是 就是讓性別重力化嘛 夫妻就改配喔 那父母就是改雙親 對那男女就是改成當事人 就是不要性別這麼的刻板放在家裡 不然以後真的有X性別的時候 請問X性別要怎麼適用這些法條 真的也是很麻煩 對所以我覺得撇開這一些考慮 應該要回歸比較好的立場方式 我覺得 好這是第二個問題 那第三個問題是 那第三個問題是 邰心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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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說這個會是 他會隨意 對 他想要出老機板 對 然後這個問題就有機會 對 所以你現在要問我的是 所以你要問我的是 就是 就比方說可能像是剛剛有教授 就是對辦理職的版本是肯認的 可是如果就是比如說 法務部就是理好說 或者說邰心得他們 就 就 有點像以後在電場 在兩年之後再說 或者說先等那個2018學完 就不要造成社會一些 對 就反正什麼東西學完再說 類似這樣的話 那 就不然你們他在這個 懂得立法進展上面 還可以在辦什麼樣的角色嗎 好 所以其實就是 我剛剛說就是 我們能做的事情 就是要加快實成 那什麼樣的狀況可以加快實成 如果以我們目前對於民間黨的 那個實成的計算 應該是這樣子 就是他們 耐性的本來 應該是沒有想要年底提出草案的 但是顯然他有說 他盡量年底前要提出草案 那行政院有了草案之後 就要進行社會討論 所以這個社會討論 如果沒有意外 應該要在明年發生 而明年是選舉年 所以 他能不能發生 以及怎麼發生 我們當然都會顯得 比較不能太樂觀 然後顯然是不會想要碰這個議題 那一定會是選完才會處理 所以一定是明年年底以後會處理 那明年年底就是2018年年底囉 那接下來離大縣 就是2019年5月20日只剩下半年了 所以立法院顯然給加快速度 在半年內要通過立法 對 我猜測 我猜測他們的版本速度是這樣子 扑響 那到底民間團體是不是就只好說 那我們就等好了 當然是 所以我要說的是 我們能做的事情就是要加快立法速度 怎麼樣加快立法速度 我們不想要悲劇發生吧 不要每一次都是悲劇 讓他們不得不加快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第一個錯方說的 我們透過司法訴訟 越來越多的個案去做司法訴訟 一定會對社會造成蠻大的壓力 會對行政體系造成蠻大的壓力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 如果還是需要動員上街的時候 當然就是要盡量動員上街 這個我覺得是不可避免 這是三個問題 然後最後是關於教育的問題 這真的會是一個蠻辛苦的戰場 我得說因為 說實話同志在這一段時間 我們都知道 同志跟同志運動最 因為立法運動過程當中 我們自己知道我們最大的弱點 其實就是大部分的組織 還是集中在台北 同志在各地方的組織真的太弱了 所以真的很開心 今天跟佐佐聊 就是台中出現了一個新的團隊 佐佐這個團隊 算是一個新的組成的團隊 就是說那在各地 如果都要有同志的團隊出現的話 比較容易能夠去 第一個就是要去影響議會 因為其實老實說教育的戰場 現在目前通通發生在地方議會 不論是從雲林在台北 其實高雄其實在議會 也有發生過事情 所以當然花蓮等等 那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在地方議會守不住的話 就會像台北一樣 我真的很悍言 所有的同志團體都在台北 但是台北是退守最厲害的一個地方 台北也是很 對大家知道台北發生什麼事情嗎 對就是台北的某某非常非常 在議會非常有實力的去 遊說了議員 然後結果台北市議員 就做出了一個非常可怕的決議 意思就是說 未來教育局 台北市教育局的這個 性評委員的代表 要增設家長代表 好 那增設家長代表 那很多議員 甚至我們跟非常多的支持的議員 也都談了這事情 結果讓我們很驚訝的是 這些議員覺得增加家長代表 沒有什麼問題 他們認為為什麼不能增加代表 為什麼不能增加家長代表 家長想要關心小孩子的教育 有問題嗎 所以現在問題就是 對於很多議員來說 都覺得家長關心小孩教育 是正常的 所以他們要增加家長代表 不應該有問題 所以就通過了這個決議 結果通過了這個決議之後 老實說 老實說 教育局要不要動 其實我覺得不用動啊 因為是家長代表嘛 那意思是 有家長身份的人都是代表啊 那我們的性評會難道沒有家長嗎 有啊 專家學者很多都是家長啊 所以只是增加家長代表 其實不是問題啊 就是我的意思是說 教育局可以不用配合修正很多事情吧 他可以在接下來的 教育局的新評會裡面 他可以找一些具有家長身份的人 就可以解決這件事情 對 可是結果我們的教育局是怎麼做 我們教育局是配合議會 而且甚至加碼奉送 去修正了相關的組織辦法 他直接修在修辦法 修了辦法就算了 還把家長 明明只是增加家長 結果變成是增加家長會 這是我們的教育局 給人家主動奉送增加家長會代表 誰說家長代表一定要是家長會代表 那包括在其實台北市也是一個有 我要說是台北市其實有憲評會 市府層級的憲評會 像秀文其實就在憲評會裡面 盡量的努力的卡住這件事情都沒有辦法 然後台北市的教育局裡面的委員 也有非常多其實是憲評委員 就是我們熟悉的這些很支持同志的憲評委員 也卡不住這件事情 意思就是好所有的團體代表其實都在台北市耶 可是結果議會的這樣一個決議 竟然可以跟一個 我得說就是一個教育局的公務人員 互相配合之下就這樣結結敗退 就是這件事情就結結敗退 當然現在我要說的是還沒有定案 因為秀文其實在憲評會裡面還在做提案 然後還在卡這件事情 對所以我不知道結果是什麼 我要說的是非常辛苦 那台北戰場是這樣 那不要說雲林啦 是吧雲林更辛苦 如果沒有團體 然後又沒有憲評會裡面 有我們熟悉的支持同志的委員在 請問這件事情 是不是就是直接一語言一提案 憲服一買單 整件事情就拜託 就這樣子過了 所以我覺得教育確實是 接下來非常非常需要關心 而且他會需要 教育這個領域需要關心的 會是各個縣市每一個地方的同志 才有這個能量去關心這件事情 我們要去關心我們自己的縣府跟市府跟議會 到底在做些什麼事情 這很重要 那當然其實我也聽到蠻多的老師 說實話他們會覺得還沒有啦 他們就會說那他們講他們的 我們上我們的啊這樣好 就是我意思就是說 有蠻多支持性評教育的老師 其實就在第一線做了實景二十年 從來也沒在怕 那這一些老師還是一樣他們會很 據我了解他們還是非常接手高位 在自己的學校體系 在努力中 所以大家有沒有讀教育系 有沒有要進學校的 就是請大家加油 你知道這是人海戰術的問題 這就是人海戰術的問題 如果我們有越來越多的性評 聚位性評叫性評種子 而且友善同志的人 進到第一線的教育現場 老實說就可以幫助非常多的學生 去改變這個 就是去改變這個學校的班級 還改變不了學校班級 應該說我們如果可以改變學校班級 就改變學校班級 或者是我們接下來就是改變整個學校 裡面的性評的文化 這是做得到的 我們也看到蠻多的學校是這樣在做的 所以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是種子 性評教育是人海戰術的問題 所以你要問我說中央 中央能做的事情 就是守住我們的性評法不會被修掉 因為他們接下來當然會想要修性評法 對 但是我想這一關他們也蠻難過 那我們能做的 應該說在中央能做的是這些 但是在地方能做就是要靠每一個人 對 再看看有人 那些人有問題的問題 OK 還有其他朋友有問題的問題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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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問題嗎 那 那 還是我 那 那我覺得我問題就是 那我要先說就是 我們高雄有一個立委他叫陳姓文 然後之前那個 叫什麼 陳姓文 對 立委 立委 然後他就是之前在那個 克剛的 他一個 反正就是一個 一個政治人物 他說因為文團他是不是有去管理他管理他 然後他就是 他就是之前那個克剛 那個 就是性別的克剛的時候 然後他就是有發一點什麼 就是反對 然後我覺得他是高雄之士 所以 覺得很 覺得很抱歉 這是奇怪 然後我想要問就是 剛才你們有講到就是 就是 靜外面談的國家的部分 那我當中是打電 就是我們有 打過 靜外面談的議題 所以我有蠻 算是蠻 有 就是 去查這份 就是這些的資料 那我知道就是 靜外面談真的是一個 很 很漫長期 很副小 或者是甚至說 有時候會有一些 黑暗面的一個部分 那我想說 那你們現在到目前為止 有遇過這樣子的 史上的經驗嗎 就是說 比如說有一些 靜外面談的國家的辦理 然後跟台灣的辦理 然後你們有收到一些 想要就是 跟你們求託 或者說你們有幫忙這些人 就是現在有 目前有這樣的例子出現 那你如果說有 如果有這樣的例子出現 的話 你們下一步想要怎麼做 就是還是說 想要先把台灣的法案先搞定 再去做 就是做其他的這樣 謝謝 當然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個案 其實他們都是來自於 這些要進外面談國家的 跨國辦 其實大家知道 在台灣有好多的 東南亞籍的朋友 其實都生活在台灣嗎 因為我們學校裡面 有非常多的華僑 對 然後包括像兩岸的交流 其實很多 據我所知 好多人的辦理 都是中國的 中國籍的 對 所以這事情是多的 我要說的是多的 那我們現在能協助嗎 我們現在不能協助 因為我們連婚 目前台灣都還不能結婚 所以他們更加 就是一定要等法過了 可能才有辦法 但是我們有協助的是 他們已經在其他國家結婚了 例如說台灣跟南非 那南非其實是一個通過婚姻平權的國家 所以例如說台灣南非籍的 在南非結了婚 要回到台灣來去做婚姻承認 這個事情我們其實有花蠻多的力氣處理 但是目前碰壁沒辦法 但是據我們了解 據我們了解 四字七四八之後 外交部已經有意開放 有意開放 但我還沒有去 還沒有開放 有意開放那一些 已經在其他國家跟自己結婚的人 直接回台 可以承認 這是我知道的狀況 但是還沒有 對那 好你要問我說 那接下來怎麼辦 目前對我來說 境外面談這件事情啊 不是只有統治的事情 境外面談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傷害人權的事情 包括異性戀人配偶 我認為台灣真的是一個非常 就是很歧視 很歧視其他國家的國 真的是因為基於歧視而有了境外面談制度 所以其他國家 我據我所知都沒有這種奇怪的制度 所以啊 就接下來我們目前的想法 我們的想法是 應該要跟著做婚姻移民的人權工作的團體 一起趁著這個機會 我們就把境外面談廢掉 因為真的不應該有境外面談這個制度 對那我想 今天就沒有辦法多說 境外面談是一個多麼可怕的制度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但是我想你們應該可以 有耳聞過嗎 就是有一些外景朋友 會被要求去問什麼問題 問說為了要查假結婚 就問他們說對方的內褲是什麼顏色啊 然後問一些非常私密性的性的問題 然後想要以此來證明他們是不是假結婚 可是這些都是非常侵害人權 非常侵害隱私權 所以我覺得如果可以的話 應該是要把境外面談制度廢掉 其實才是最終的解決之道了 那能不能因為同婚的關係 我們就有這個機會 我認為有機會啊 那就像是你知道因為同婚的關係 要通過的關係 其實有一件事情 異性戀做了好久都做不到的 就是要把男女結婚年齡拉齊這件事情啊 異性戀都做不到你知道嗎 就是據我知道我在以前在婦女團體工作的時候 這件事情至少也推敲過十年吧 就是你們知道男生結婚年齡跟女生結婚年齡是不一樣的 那這件事情其實甚至在2012年2013年兩公元審查的時候 都被國際委員認為這個不符合CEDAO 應該是不符合CEDAO 國際公約不符合兩公約 然後結果就要求國家政府要改善這個修 就是要修法 結果行政院真的也修了法 然後就把法送到立法院 結果立法院不要通過 立法院會認為應該就是要男大女小啊 這樣懂我意思嗎 他們覺得女生早一點結婚是基於生理啊 因為女生早熟嘛身體早熟 當你可以生的時候你就應該可以結婚了 所以既然基於這個原因 就是不願意去修改男大女小結婚的這個規定 然後結果因為同婚要通過的關係 如果這個法不休 就是這個條文不休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女同志可以結婚的年紀可以低於男同志 好嗎 就是不好意思我們就早點接 那個男同志很抱歉 你們就長大一點再結吧 好 這太荒謬了 所以啊 就配合修正 這個條文完全沒有爭議耶 在立法院完全沒有爭議 所以就送出了委員會版本不是嗎 你們有印象中委員會曾經爭吵過要修改結婚年齡嗎 沒有啊 就這樣通過 所以我還記得那時候行政院的修法小組的 好我不要說是誰 行政院修法小組 你們知道就是在修這個同婚法案的這個修法小組的人 曾經非常非常驚訝的 因為當我們說這個法案這一條沒有問題的時候 他超級驚訝的 因為就以前就婦女團體的認知而言這條超難修的 結果沒有想到因為在同婚的脈絡裡頭 這個變成毫無疑問 就通過了這樣 所以沒有通過啦 就是直接通過委員會這樣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有沒有可能藉著同婚的通過 我們其實可以比較用一個新的眼光去檢視現在 台灣社會上這種男女不平等的 然後以及我們覺得非常歧視跨過伴侶的 的一些規定 針對這些問題也許就是 因為在平等的架構之下 在平等的原則之下 這些就是可以迎刃而結 我認為有可能 所以我還蠻期待接下來進一波 是可以直接廢掉 對就是進外面談這樣 好還有嗎 而且我們時間到9點半 沒有時間 那後面的呢 後面的都沒有提到 有嗎 有嗎 沒有想要今天來到這邊其實 我覺得是這樣子 就是大家可能在網路上 或是在可能電視上 就是看到這些資訊 可是有時候你又不知道 就是怎麼去判斷這個資訊 是不是正確的 或是說他其實 從文字上也看不出說 他真正在更深入的意思是什麼 那我覺得現在來到現場 我覺得如果有機會 而我想應該很多人不敢提會 是怕自己的問題很蠢的吧 是嗎 還是 看起來大家都很熟 看起來大家都很熟 大家 都能瞭解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你們有宣傳一下遊戲嗎 宣傳一下遊戲嗎 那我 因為我們剛剛 對不起我太認真在思考這個議題了 那 因為我們剛剛有提到就是校園 我們需要 我剛剛有就是提到校園教育的問題嗎 然後我們等一下 因為 我們有就是 夥伴跑去影音店印那張連書書 要給大家 就是要求不要 他們不要把那個 就是 性別教育的那個法條裡面的 某一條 就是要教授 就是大家認識什麼 這個是多元性別的這個部分刪掉 所以等一下 他很辛苦跑去影音店印給大家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請大家幫我們簽這個連書 但是當然你可以先看過內容 你認同的話 你再幫我們簽 好那現在就是 大家有看到我手上 就是大家知道我們台中有辦遊行嗎 知道 因為 為什麼問這個問題 因為還有人問我說 今天台中有遊行嗎 我都籌備了八個月了 好 就是今年的遊行 在課考前那個禮拜 喔對 就是有人說 就是這個期末考 這個期中考週 好 好啦 那就是 對嘛 從現在開始準備斷堂了 好 那我們 我們今天就是有 特別準備了這個 特別準備了這個文宣 那是我們今年的 尤其你的主視覺跟明信片喔 然後這裡還有 所以如果大家等一下有 想要的話 應該 大家看起來應該蠻紅燈的吧 那我們今年的主題叫做簽辦 然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看到 剛剛上面有寫 邦定就是 因為其實剛剛 我們在 在討論這個婚姻的部分的時候 有提到說 大法官的視線 其實它有點 提升了婚姻的這個 定義的價值嘛 我覺得就是兩個人在一起 不只是為了 生小孩而已 所以我覺得邦定 它就是一種很緊密的關係的連結 那 我也希望就是透過這個遊行的穿搭 就是 除了就是 我們可以打破的 我們今天主題叫簽辦 那 文案叫做簽辦同行 勇敢 勇敢氣沈 其實我們常常在面對社會很多 的異樣的眼光的時候 我們自己心裡面 會不敢 很勇敢的去牽起我們身邊 正正想要牽的那個人的手 那簽辦 我們把那個辦 變成人質堂的辦 就是希望 大家可以真的就是 勇敢去突破 這一點 然後邦定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以後可能要面臨到 未來關係脆弱這一塊嗎 那邦定他的意思就是 可以讓我們很緊密 就是很 很堅固的去 鞏固這段的關係 然後透過我們的自己 可能通過 透過學習啊 透過更多了解 透過更多同理 然後讓我們可以無謂的 就是一起在這個這個 這個時間點一起啟程 然後有一個開始這樣子 所以這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那他總共有兩個版本 這個版本是有一個叫做 宋正傑設計師 他特別就是每次都會問 記得要幫我講設計師人 人是誰 所以我在特別幫他宣傳一下 那我非常感謝他 就是提供這樣子的一個圖像給我們 那很多人都很喜歡 那另外一個是城市的意象 我們今年有做了一個 誒我剛剛那個資料夾在後面嗎 OK 我們有做了一個L夾喔 那這個L夾 就是除了牧師的有以外 其他在攤位上你看到是指售不賣喔 指售不賣喔 指售不賣 那他其實是用台中的城市的 所以你看他這裡是Nova 然後這裡 就是他其實 這裡是Hotel One 然後這裡是體育場 他其實用 就是這位學生 他其實學人他不是設計師喔 他是用自己的手櫃 然後把台中的意象畫在這裡 然後包括我們把我們Logo 變成彩虹在這裡 就是希望彩虹在台中也能夠 就是有他驕傲的地方 然後你能夠就是把這個溫暖帶給每一個人 那你希望大家可以勇敢 就是真的是千奇 就是你真正想要千奇的那個人的手 那這個指售不賣 怎麼拿到呢 來參加遊行就可以拿到了好不好 那怎麼啦 就是現場我們會有活動 那可能就是蓋章啊幾點啊 你就可以拿到這個 那開始當然是限量的啊 那這部分如果大家真的有喜歡的話 或是那天你有空的話 提早念書啦好不好 那就是趕快準備 現在開始準備喔 等老師回去怎麼看認真念書啊 對對對 對對對 好那就 就是歡迎大家來參加我們的遊行 然後我們今年團隊也是非常非常認真準備 這件事情的 OK 那也記得去我們的粉絲團按讚喔 OK 按了嗎 好 好 那這個的話我們就放在那裡 如果大家離開的時候 有絕對有喜歡的話就可以 就可以拿多拿一點是沒有關係來 那是要留給後面的人好嗎 好 OK 好 好 最後嗎 要有一個Ending嗎 Ending 對要有一個Ending 要有一個Ending 欸 怎麼了 我之前就是被信仰改出來 那實際我是很想要回去 但已經不知道要怎麼溝通了 所以想要請問說 自己也能夠想要跟某某打出一顆 橋樑或是溝通之類的 而不是單純的被抬起 我覺得信仰是一個對我來說特別困難的問題啦 因為我自己 我的家人是基督教背景這樣子 所以我自己面對信仰的方式 我自己不是基督徒 那我當然為什麼不是基督徒 因為應該也還蠻明白的 就是從小也沒辦法 就是融入那樣子的一個價值體系 所以就我知道 我自己會覺得我沒有什麼 立場回應信仰有關的問題 但是我知道的是有非常多的 同志基督徒非常非常的努力 在搭建這個信仰的橋位 對 所以也許現在 我也看到蠻多的同志基督徒 其實是找尋了自己的一個 跟信仰保持關係的方式 那不論是去新的教會 但我知道這非常非常困難 我知道這非常困難 那也有一些人開始想辦法 用自己的方式跟上帝做連結 他不一定要透過教會 那我覺得關係的斷裂跟修補 真的會需要時間 就像我們其實跟 跟父母 跟原生家庭的修補 有時候也真的需要時間 因為有時候我們真的 原生家庭沒有那麼容易的接納 或者是那麼容易的可以 對 就是接受孩子的性傾向 那我相信好多的同志朋友在這邊 一定也都知道 我們跟家人關係有時候很困難 對 那我還記得有一次在一個場子 大家就是 每一個人講話都要酷成一團這樣 然後 我那時候只好說 怎麼說呢 我已經出櫃 我跟我的父母都出櫃20年了這樣子 所以現在看起來 如果有人再關心我太太的臉書的話 好像看起來我們的家庭關係還蠻和樂的 可是我要說的是那個和樂得來不易啊 就是這是20年來的斷裂又修補 斷裂又修補的一些過程 那我相信在信仰中也是一樣 終究會因為一些 也許我們就是靠著時間 跟各種的機緣 就是會希望如果我們需要修補 而且也想修補一定有機會 那就下次我們的家人是一樣的 對 所以 就是加油這樣 對 然後我相信在場也有一些同志基督徒 也許大家會願意一起分享 就是怎麼樣 在這個斷裂的過程 很辛苦的斷裂過程中 我們還是找到一些力量這樣子 所以加油 因為我們剛剛比較晚到 其實有錯過一些人的自我介紹 真的 所以現在想不介紹 不介紹嗎 不是啦 但是我比較好奇就是 大家來清晚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是這樣 我們參加完一個活動 然後聽了你 哇很感到很感到 然後回去就是 還是一樣 對 那我會想要比較知道說 大家來參加完之後 然後你接下來 你真的會想要怎麼做 欸不要說你要馬上去斷裂喔 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 對就是 欸 好 ok 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 你會不會有什麼樣的 開始想法醞釀了 那我在大家回答之前 我先跟大家分享 我今天為什麼會在這邊 其實也是因為就是八個月前 我就突然覺得 嗯 不然我來參加一下志工的籌備好了 那我就去了 去了之後 就聽大家講 欸有情啊 可以幹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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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回想到 就是在去年的時候 我們有參加音樂會嘛 然後又參加 嗯 26號的那個出審的那個審查那個時候 其實那個當下是非常非常感動的 然後我就想說 嗯 為什麼每次參加這樣子的活動 我們都要來台北喔 我們能不能在台中 也能夠有這樣子的活動 所以就是這個原因 讓我在八個月前 我們參加籌備會議的時候 我就想想 好那我先來報名一個新聞組好了 新聞組就是 可以用網路嘛 小編你知道嗎 我就覺得欸 好我應該也很適合這個 結果不小心聽完回去之後 我就開始打企劃書 就是我理想中的同志遊行應該是什麼樣子 同志遊行應該要關心什麼樣的議題 我就開始打打打打 就不小心我就整理好一個 就是 嗯 比較完整的這個遊行的籌備案這樣 然後後來就說 欸如果要選總照的話 可以把你的資料 給 給就是他們去去生理 然後就很猶豫 我在想一個禮拜 那時候是二月中 然後三月五號要選 我想一下一下好 那就是三月四號前一天 十二點之前 我就把檔案按傳送 然後就 就去選了這樣 然後後來就 不小心入口了 然後 對 選上的時候 胃痛了三天 因為 要跟大家講 就是我們辦遊行啊 剛接的時候 我剛剛在車上有跟 跟講師聊 我們不到五萬塊的經費 然後 我們一場遊行要花多少錢 大家知道嗎 四十萬 四十萬 嗯 還不夠 就是綜合去年 就是去年跟前年 大概要花五十萬 可是我們只有不到五萬塊 如果是你 你會做這件事情嗎 有點搖頭 可是我 我後來想想 就還是做啊 沒有錢怎麼辦 去生啊 去哪裡生 想辦法 對啊 然後 我們就開始做 募資平台 然後找人設計 就是你現在手上那個文案 其實是我們熬了好幾個夜 去拜託啊 然後去 去想這個提案啊 然後經過海產 好幾次的開會跟吵架 然後就出來了 然後我們 募資平台也 就是 也是吵了好久 然後上線之後 我每天 我甚至連在墨爾本 因為我們那時候有出國 我每天都還在看 今天有幾個人贊助 今天有幾個人贊助 結果每天每天 一直到贊助 達100%的時候 我才 終於 送了一口氣 所以我們後來現在已經募資到了 大家猜多少 我們已經募資到35萬了 現在還有嗎 啊 募資沒有了啦 對 募資沒有了 但是還是會有後續的一些意脈啊 像下個禮拜有那個搖滾台 欸 下個月 11月4號在台灣公園有搖滾台中 然後他也要請我們去擺台 我們也會上台去 就是發表一下我們的理念這樣子 對啊 其實就是 而且我們這個月在很多個中部的學校都有做獎座 朝陽 弘架 中興 然後 靜宜 洪光 欸靜宜跟張斯大 就是至少有六七個 這個在我們粉絲上面都有獎 可是有些學校它是沒有獎支費的 但我們是為了這個 我們是為了想要宣傳遊行 跟了解 現在學生的社團的經營是不是有遇到什麼困難 因為我想 你看喔 我沒有經費我都可以辦遊行 我想學校社團要經營應該不會很難吧 所以我就覺得 欸那就是一個資源共享 對啊 好我現在講完我的部分喔 OK 那大家有沒有想到就是 如果是你會想要做一些什麼 我這問題會很難嗎 就是想要知道大家有什麼想法 或是給獎支一點回饋 好嗎 好 好 最後 最後 要大家用分享 分享的嗎 好 欸你舉手了嗎 有嗎 有嗎 有志願了嗎 可以嗎 好好好 那我 你比較希望知道彼女做些什麼 因為其實說我不是個同志啦 只是說 對這個話題的關係 就是反正我會覺得說 怎麼說 這個社會就只有這個出去 就是這個關係 就覺得 就是不應該那麼冷漠 因為我參加過死基產主治 有沒有看到 我們家的事情 也是同志的 沒有去 可是我覺得 去 你去 那些 我覺得那些 反同的組織 讓我覺得說 可是 他們也沒有愛到你生 你為什麼要 去證我去反正 因為我曾加過死基產 我 幾乎是只要我知道 哪裡有動我去 我也能變成同志 我喜歡男生女生 我自己本人就不會理 那為什麼 就 一樣 相信不信我自己 不能變成 我不可不可以去喜歡 另外一個男生 像那些同志 不可能去邀請他說 你 他是喜歡女生 就應該喜歡男生 不可能 我覺得說 沒有 希望能夠做些什麼 那 這些 因為其實 一開始 本來 林仲那個贊成 同志的 其實是比 反對還要多的 後來就被 那個 怎麼這麼鬧 就反而變更多 所以其實 就覺得很多人 其實就是被那個 洗腦 他今天他反對 其實他自己 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 你是不是覺得 剛剛為什麼要 就不知道 就覺得 有些人就只是 覺得說 讓他們結婚 就會變成怎樣 一覺得有 很多人是被 那些奇怪的論述 洗腦 所以我希望是 說 能夠做什麼事 那 這些支持同志的聲音 能夠 也能夠 傳播出去 不要說 讓大眾 聽到的 都是 另外一邊的聲音 比較多 大家可能就會受他的影響 所以是 實際上說 那什麼方法 能夠讓 這一方的聲音 更多一點這樣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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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覺得 因為我自己是學校的社長 然後我是想說 那我現在做西門社長 那我就 推薦全校 多做一點活動 那 如果是學生 就多做一點活動 那如果不是學生 我覺得你可以 至少要有話題出來 就你可能平常在跟朋友聊天的時候 比較少會聊到這種東西 那我可能就偶爾就 投出這個話題 然後至少有一個同樣的空間 這樣 然後我還想說 就是因為 賴是一個很恐怖的東西 那個家庭群組啊 早安圖 就是一個很恐怖的 就是有那個 萌萌的那個 一個官方Live 那我是想說 那個 那個 半年我們也有一個官方Live 去 去回應 我們就 我們就好 就複製貼上到 那個 家庭的群組 好想做喔 看到 我還蠻想回這個問題的 其實我要說的是 我們很想做 而且從 2012年 2013年 我們把它被抹黑 就是那個 伴侶之家屬 全部被扭轉在一起的時候 其實我們很努力的想要 也想要 用中來人包 或者是一種 很快速的方式 用病毒式的散播 可是 我相信所有想要做這件事情的人 就會很快的發現一件事情 我們要能夠把 我們真的想的事情講清楚 是一件很辛苦的事 對不對 如果我們只是想要澄清謠言 不難 但是 比方說 比方說 我已經不記得 精確用 比方說我記得那個LINE群組 就是所謂猛猛LINE群組 會有提說什麼呢 提說如果他說 以後國小都要交口交膜 你知道這個是謠言 那如果他說的是 以後啊 我們的國小學生啊 都要去學那個打破兩性科版印象 就是以後啊都沒有分男女 我們要怎麼回 我們要怎麼回 對我來說那是一個很辛苦 而且是很需要長期的 討論說理跟溝通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剛剛才會特別在最後我要說的是 這個社會有焦慮 當我們的社會 越來越走向 對性別不 性別不在二分 的時候 我們能夠走到這裡 是因為我們累積了多少 我們自己的經驗跟知識 所以我們很清楚的覺得性別不要在二分 對很多人來說 那個比較不壓迫 是吧 但是我們要怎麼樣 當人家在病毒式散播的時候 我們還要病毒式回去 顯然我們會需要更多的說理 的能力 包括用論述的用感情感的動員 用各種的能力 所以我們後來沒辦法做下去了 原因是因為他們如果要 如果真的只是知識上的去除謠言是容易的 可是真的要好好溝通是很難的 因為他們擔憂的就是目前的這一些 所謂的性別體制 所謂性別體制是什麼 父權的 以男人為尊的 以異性戀為尊的 這個性別體制 就要被打破了 大家覺得很害怕 那我們要說的是什麼 難道說的是不會 他不會被打破嗎 不是 我們要說的是打破了很好 我們要有新的秩序跟新的價值 那是不容易的 對 好 那謝謝講師的回答 那我們的時間其實也到了一個 一個 就是我們要結束的部分了 然後 相信大家如果還有更多問題的話也可以 就是在拜盟的這個他們的資訊上去做 做搜尋這樣子 好 那我們還是用一個掌聲先謝謝掌聲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那 我們現在 可以先 可以先 可以先杯 對對對 我跟他講一下這個 那剛剛因為有提到那個性別教育的問題 然後我這邊有一份聯署書 他是一人一性守護性別教育的那個聯署 那他其實是在談說最近我們剛剛提到的所謂的家長的聯盟 然後進入校園的這個部分 會影響到我們正在性別教育的這個教材 可能會拿掉 就是讓大家認識多元性別的這個課程 那可以大家請大家看一下這個課程的內容 然後如果你覺得你也是想要去捍衛這樣子的一個 讓不要就是讓我覺得比較扭曲的一個價值觀 就是影響到我們的我覺得學生受教權的話 然後如果你認同的話 就去幫我們把就是在下面那個聯署人簽上的一個名字 這樣子 然後給我們做回收 那就是我會把這份聯署書交給就是正在準備 這份聯署的一個巴士這個活動的人這樣 那 就直接拿給後面的志工就可以了 好 那如果說還有什麼其他的問題的話 也都可以在我們的粉專 或是其實我們有很多的社團 很多的團體都可以就是做詢問這樣 好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